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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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調嗎 謝謝 謝謝 主席稍微講一下 辛苦 好來 主要今天民調出來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侯友宜這邊選的副手 比柯文哲這一邊選的就是這個佈局還要好 我們今天除了看到媒體的民調以外 我們的內參民調也顯示 這一天我們國民黨的團結度跟士氣大正 然後大家都是全力以赴 那目前我們跟民進黨的這個賴消沛 現在在誤差範圍之內 那我們全力以赴 那當然選舉還有這個六個多禮拜 我們會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我們也會化解一些過去在過程當中 有一些誤會的朋友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回到這個大家庭 同時對於很多的中間選民 年輕選民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爭取所有的支持 因為是不是也是因為這個柯主席 在不管是之前撕毀跟國民黨的協議 還有那一天在軍院飯店的種種離譜的行徑 導致選民對他很反感 所以這個年國民的認同支持度 為什麼國民黨會要要領先 我也是看到了我們內參的民調 現在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要要領先 也是最近選民的一個反彈 或者選民的一個匯集 但是我們不敢掉以輕心 因為畢竟選戰還有六個多禮拜 我們只能說我們會一腳印 我們會非常謙卑的面對所有的挑戰 我們會努力以赴 那過程當中我們一定盡最大的力量 團結所有非綠的朋友 團結所有想要下架民進黨 或者政黨論題的朋友